三个月的时间能改变什么,可以让一名球员从被骂变成人人夸奖的对象,李莹莹的蜕变,体现了她的天赋和努力。 三个月前的世界女排联赛,她进攻低效,失误太多,异传表现很差,就连郎平也毫不客气地批评她。 如今的亚运会赛场,李莹莹成为中国女排的一把营球利器,她的异传和防守都取得了进步,失误减少了,进攻也变得高效了。 18岁的李莹莹已经能在主攻位置承担重要角色,无论是替补,还是首发,只要上场就能发威。 8月25日的中国女排小组赛第四场,李莹莹首发出场,她延续了此前三场比赛的出色状态,扣球21中12,另外篮网得到1分,全场得到13分为中国女排第二高,仅次于龚翔宇的15分。 李莹莹这场比赛有15次参与防守,9次防守起球优秀,5次一班,1次失误,竟然是女排阵中防守7球优秀数最高的球员,她的数据比自由人王孟杰还要好。 后者14次参与防守,6次防守起球优秀,4次失误,4次一班,一传是李莹莹的弱象,不过这场比赛她4次接一传,3次优秀,另外1次一班, 没有出现失误,这样的表现体现了李莹莹一传的进步,在比赛结束后,李莹莹点评了自己的表现,朗岛一直让我接一传,我也不断尝试确定,希望可以发挥出来前一段的训练效果。 她对自己的整场表现进行了打分,满分10分的话,李莹莹认为自己能得6、7分,未来还能提高。 相比世界女排联赛,李莹莹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了。 这位天才少女在上赛季排超联赛是炸风云,轰下804分创造联赛得分纪录,率领天津女排夺冠,并且夺得MVP。 但是在世界女排联赛上,李莹莹暴露出偏刻的弱点,衣传和防守不佳,同时因为缺少经验,她的失误比较多,郎平对李莹莹的要求很严格,从一开始就对她提出了减肥要求。 李莹莹注意控制饮食,并且努力训练,减去了7公斤的体重,亚运会上的李莹莹脚步变得更加轻快了。 在第二局的比赛,李莹莹有一次接完一传后,立马上步,接到二传扣球,这些都是李莹莹通过苦练取得的效果。 18岁的李莹莹很有天赋,亚运会上郎平和朱婷先后夸奖了她,上赛季排超联赛,李莹莹因为火爆表现,被誉为朱婷接班人。 现在看来,李莹莹完全担当得起这个称号,这位00后球员确实是中国女排,自朱婷之后最有天赋的主攻手。 中国女排亚运会夺金没什么难度,更关键的是在世锦赛上,中国女排还需指望李莹莹打出好表现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莹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莹莹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莹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莹莹